11大假楼市放量,绵羊房价降了吗? 11假期正式结束,楼市也正式收到了一份小长假成绩单。 2019年11黄金周全国房企销售金额10强, 恒大集团以510亿元的销售业绩占据榜首, 与位列第二的碧桂园拉开了近两倍的差距, 不比2017年楼市的火爆以及无房可选的境地。 今年的金九银10个楼盘竞相加入促销价格战, 新盘老盘的拉锯也在混淆着购房者。 6、妻子出头的特价房开始大规模出现, 很多购房者不禁会产生房价走低的错觉。 从另一面来看,特价房促销或许帮助了房企从压力中回缓, 大量低价房源成交也会暂时性地影响楼市月度成交价格, 但它现实限量的特点也意味着对于楼市的发展仅仅起着助推作用, 平稳运行仍然是绵羊楼市当前的主旋律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